哈嘍,大家好,我是铭铭 今天要玩这个一家鼠 一家鼠的特性是祭司 只要使用低于60的招式 那招式威力都可以提升1.5倍 还有一个专属招式叫做鼠数额 鼠数额可以连续命中1到10下 也就是说当一家鼠使用这招之后 配合技术高手 这招的威力有到30 那再算上1.5倍的属性一致 打满10下的话就是450的威力 非常的变态 那这时候如果太精化 太精化成一般属性 属性一致从1.5倍变为2倍之后 只要能打满10下 招式威力甚至可以达到600 那再配合大扫除这个绝招 可以提升自己攻击跟速度一级 而且这招还可以同时清场 剩下两招的话就是配种子机关枪跟咬住 那鼠数额的命中率是90 所以我们道具带一个广角镜 让他的命中率提升到99%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入实战吧 怎么只有三只 他是练完就上场是不是 然后他的宝可梦是铁包袱 认鬼还有花杰夫人 那直接选择一家属吧 然后再选一只迷你Q 迷你Q来打他的认鬼 那最后就铁毒二包 嗯就这三只 好那对手第一只是 这个 铁包袱 嗯铁包袱 他的特性是夸克充能 就可以提升能力 诶不过对手没有带那个能量诶 没有发动 好不管他我们大扫除 大扫除可以增加那个攻击跟速度一级 还可以清场 这招还蛮特别的 对手用冰冻光束 我们先大扫除一次 这招动画真的超级有趣 这样子我们攻击 还有速度提高了一级 接下来就好玩咯 我们直接数数额 数数额可以打随机一到十下 来吧 动 二 三 四 五 六 哦好笑哦 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啊 这种应该很傻眼吧 被一只超可爱的宝可梦收掉了 那再来是任归 啊这只麻烦了 数数额打不到他 不过他影子偷袭也打不到我们 所以我们就咬住吧 诶不过咬一下对手会发动特性诶 所以他的速度会提升两级 这样的话 先咬一下好了 然后靠迷你Q的影子偷袭把它收掉 好那我们就直接咬吧 咬住 这招可以吃到祭司的特性 所以招式威力是九十 蛤 他不是七十匹带的哦 哈哈哈 我以为他是玩 匹带然后可以发动梦特来加速诶 好吧那这样子也不用送了 我们的一家属保留下来 对手剩下一只花结夫人 对手取叫花花 花花的话我们太金化吧 这样子数数额的属性一致是两倍 非常的变态 好那这边我们就直接太金化用个数数额 好我们来个太金化 太金化是本系的话 属性一致就会从1.5倍提升为两倍 而且一般属性的太金化 像是带环罐的样子 非常的好看 对手不太金化 他直接放弃了 哈哈哈 哦一下这么痛 其中要害 那三下就收了耶 哈哈哈 超级暴力的啊 用这只就暴力推对耶 今天游戏很好玩哦 好啦那 一样感谢对手指教啦 这场对手有轰鸣月 积极龙 小苍翔 玛丽露力 烂舞鸭 还有那个烈剑鹰 要直接派一家属吗 可是我怕玛丽露力 复古后喷射耶 这样子也挡不住 那我们先派斗力鼓好了 然后再选择一家属 这样的话能睡到应该有机会吧 最后一只针对他的轰鸣月 还有那个积极龙 我们选一只迷你Q 好就这三只 好那这边对手先派的是 巨断匠是吗 应该是 小苍翔 我都叫小苍翔 因为属性一样 哈哈哈 然后他的特性是破格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蘑菇包子吧 让他睡着 他想要秒掉我们的话 我们还有70匹带 所以一定可以让他睡着 对手丢电磁波 还没有集中 运气很好喔 那我们这边蘑菇包子之后 因为是后手 后手的话对手必定睡着一个回合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换吧 换成那个今天的王牌 一家属 说到一家属 他有三只形态跟四只形态 那我这只是三只形态的 然后对手睡着 ok 接下来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先强化一次了 希望他不要醒啊 不要醒我们大扫除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攻击跟速度提高一击 好我们先大扫除一次 拜托不要醒喔 拜托了拜托了 yes 哈哈哈 那接下来有趣啰 对手睡着两个回合 我们直接太进化吧 太进化 属速尔 属性一致是两倍 那因为有大扫除过了 所以应该收得掉 攻击有提升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属速尔 把他秒掉 太进化 他想要派这只来斜防 可是我们只要能打满十下 他绝对扛不住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王牌 一家属 来吧 最强的绝招 嘚嘚嘚嘚 一下 欸 嘟嘟头盔 哈哈 哇完蛋啦 没有人这样子的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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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专门针对一家属的啦 啊我们先死 这个血量不妙 停下来一家属 停下来 不要再打他了 没了 全都没了 哈哈 一个太进化爆炸 我真的是无言欸 对手应该很开心喔 好刚那场不算 那我们先选择 一样先选择 一家属 刃鬼跟多容 还有那个铁臂榜 我们再选一只迷你Q 最后的话 铁毒蛾吗 四倍落地 嘶嘶 对手有一只烈鹿沙 那换洗衣机好了 嗯就这三只吧 这边对手先派刃鬼 他的特性应该是那个 破碎铠甲梦特 会帮他加速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 只能咬了吧 咬了配合迷你Q的 影子偷袭收掉 好没咬 因为咬掉他之后 他可以发动那个特性 降防 所以一定收得掉 诶 诶 诶 结果对手没有降防诶 不是破碎铠甲诶 没有加速 那这边直接咬掉就可以了 他想的送吗 没有没有送 好对手选择替换 保下这只烊龟 不好意思 铁壁绑 嗯铁壁绑 咬咬他完全不会痛 那也不可能大扫除了啦 对手攻击很高 那我们直接换miniQ 上来血防 幽灵系来挡他的格斗招 格斗招吗 晋升战了 OK哦 直接免疫掉 那接下来的话 贪心一点吧 我们跳个剑舞 这样子攻击提升两击 先剑舞一次 看对手丢什么 不过他也没有换诶 哦用重踏 重踏来控诉 嗯 那他接下来派认鬼可能要小心哦 这样的话先把他收掉吧 好 嬉闹 嬉闹把他收掉好了 速度还是比你快 嬉闹先把他秒掉 铁壁绑是格斗加电属性 一只打太金团体战非常好用的宝可梦 他只要复古后就可以打出非常爆炸的伤害 那接下来对手又派这个这个认鬼 他应该影子偷袭了吧 然后我们被控诉了 他影子偷袭 他一定打影子偷袭 不然他剑舞的话会被收掉 因为被控诉到了 所以对手影子偷袭会先手 那我们这边直接换一家属吧 他应该是打影子偷袭没有错吧 不然太堵了 太堵然后跳剑舞吗 影子偷袭 免疫掉 这个战哥来啰 那大扫除吧 扫第一次 对手没有剑舞 收不掉吧 除非闪怨冲锋 不是吧 拜托 毁念剑还好 毁念剑伤害比较低一点 不过好险欸 好险是升15滴 还好王牌撑下来了欸 对手生命宝珠 那直接咬住吧 咬住把它毁灭 咬一下 祭司的 OK 效果绝佳 这只要成神了吗 一家属叫了一下 三只一起叫 然后 烈咬路 啊完了 他有那个粗糙皮肤 怎么那么麻烦啊 一下 吐吐头盔一下粗糙皮肤的 好啦只能堵了啦 堵他没有粗糙皮肤 那成神了那成神了 三下 啊 怎么这样啦 该你发挥的时候你就给我打三下 我是带广角劲没错啊 欸 他也不给面子了吧 广角劲啊 又不是交点劲一直给我命中要害 欸 我要打很多下啦 好啦不管啊我们派洗衣机吧 好啦 相信洗衣机 这只才是最强的 洗衣机的话 太金吧 太金化 然后丢个水泡 好我们丢水泡 这只我之后想要改成那个 太金殿 然后配合漂浮的特性 可以完全无弱点 真的是一个长得可爱 又超神的洗衣机 那这边就 幽灵一下 还是其实不用太金化啊 这边幽灵应该也 骗不到他的绝招 喔结果对手也太金化了 太金什么啊 太金水喔 喔 了解 所以我们水招打他 效果减半 嗯 还蛮酷的太金属性欸 水泡命中剩下残血 蛤 逆菱 你敢丢逆菱 你敢丢逆菱 那游戏结束了喔 上把迷你Q 哈哈哈 他绑招了不能换招 逆菱 然后就无效 结束啦 混乱 他还有那个三分之一的机会 会打自己 那接下来对手要赌博咯 你只偷行应该就收得掉了吧 喔 差一点点喔 好吧我算错了 生命宝珠还收不掉 打自己一下 混乱 混乱 欸 水流裂魄 所以他太金属性是要加成这个 1.5倍的伤害 然后剩下两滴 好啦 那影子偷袭把它收掉吧 游戏结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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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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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